虽然成功抱得美人归 但香港邪心王祖兰从不会言 和太太李亚男从拍拖开始就一直不受岳父母待见 尽管已经生米煮成熟饭 但因为岳父岳母远在加拿大 王祖兰又总在内地接通告 双方不仅感情沟通甚少 岳父母也并没有改变最初反对双方结婚的态度 至今仍旧对这位女婿不甚满意 而近日她与岳父母一同录制 中国首当情感陪伴正人秀女婿上门了 也被外界看作是她与岳父母破冰求和之举 然而随着女婿上门了即将于本周日首播 一则片方爆出的王祖兰个人预告片中 依然暴露出王祖兰这位新手女婿在首度与岳父母独处时 表现可谓是富风滚粗 片中岳父岳母一开始得到的消息是 王祖兰会到机场亲自迎接两位老人家 不料临时王祖兰因为工作只能委托工作人员接驾 而且显然事先并没有通知两位老人家 岳父母在飞行十多个小时后 满怀喜悦想要见到女婿的那份心情立即被打得粉碎 第一晚又被扔在酒店过夜 一上来就惹得两位老人家不快 无独有偶的是 第二天按照约定收工回到香港的王祖兰 应该在早上7点30分就前往酒店接岳父母回家 但因为塞车又足足迟到40分钟 令得岳父岳母在酒店大堂等得心交 最后岳母更是在她见到酒店大堂时 转身欲拉岳父离去 还翻脸道 难道真的是在耍我吗 而虽然有各种旅游借口 但依然看得出岳父岳母还是被王祖兰排在其他事情后面 尤其是拿塞车当借口 更让网友表示 香港塞车又不是一天两天 这样的画面也让不少网友感慨 果然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呢